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两位是中山 泛马俱伤张世平 苏双 泛马来到卓郡 因为钦佩刘备人品 出钱资助军器马匹 让刘备能够招兵买马 得到了起家的第一支部队 张世平 苏双赞助后就走了 再无消息 但比起最后这位对刘备的帮助 张苏二人 简直是望尘莫及 这人不是别人 就是刘备的小舅子 弥竹 弥竹在三国演义里极为平庸 但历史上却是非常了不起 弥竹祖上世代经商 积累下亿万家产 家仆就有两千多人 起初在徐州刺史陶谦手下 当刺史左官 周别嫁从事 就是他把刘备迎到徐州 刘备因此能暂时当上徐州墓 公元196年 刘备奉命征讨元术 后被曹操打败 刘备亲手扶持起来的吕布 呈后方空虚 起兵夺取徐州 并掳获刘备家小 刘备万不得已 只好率兵 转往广陵郡海西县 这时刘备内外交困 就连他自己也觉得 时不我语 心灰意冷 可就在此时 弥竹带两千奴仆 以及全部家产投奔刘备 不但给了钱 给了兵 还把妹妹许配给刘备为妻 因此刘备对他非常感激 马上利用这笔财产重新振作起来 也就是说 刘备后面之所以发达 弥竹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来曹操也听说弥竹名声 于是上奏朝廷 任命弥竹担任一郡太守 从一个左官直接升成一方诸侯 曹操对弥竹的赏识可见一斑 弥竹却不为曹操高官后入所动 上书辞官 跟随刘备东征西讨 转战各地 立下不少功勋 一直到开邦建国 始终不离不弃 从豪门巨户到主动献出家产 跟随一无所有的刘备 如果为了功名 曹操已经给了他 可他还是不为所动 就是一门心思追随刘备 真正达到了古君子平治不改 达治不改的程度 就单凭这一点 已经足以赢得人们的尊重 事实上 刘备对他的确非常尊重 一直带以上兵之礼 就是以后当了汉中王 也直接任命弥竹 当了安汉将军 安汉将军是三公之一 位置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 但诸葛亮并没有意见 因为他也非常敬重弥竹的人品 古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 一旦看好某一个人 就义无反顾地追随他 支持他 弥竹这么做 究竟是不是政治投资呢 各位看官 你怎么看 更多历史故事 历史趣事 欢迎大家订阅历史邦国